一、最近乌克兰又大骂德国了,德国在援助乌克兰上一直在摇摆,之前曾经不愿意援助进攻性武器,只援助头盔就曾经被乌克兰骂过。 如今尽管德国打破了二战后,不像冲突地区援助武器的禁忌,但是仍然没有让乌克兰满意。 在德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鲍尔主战坦克的要求后,乌克兰外交部长库略巴称,这一决定令人失望。 德国防长兰布雷希特对此解释说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西方制造的步兵战车或主战坦克,德国并不想带头向乌克兰援助威力强大的武器。 实际上德国真正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,一是德国自身的武器数量并不多,而且也不愿意援助最新式的武器。 之前兰布雷希特就曾经说过,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达到极限,联邦国防军储备库中已经没有更多的武器了,而是德国也要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。 由于制裁俄罗斯的能源,已经让德国损失惨重。 如今冬季正在来临,德国已经有意愿同俄罗斯进行供应天然气的谈判。 但是俄罗斯曾多次批评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,被用来杀害俄罗斯军人或顿巴斯平民。 此举越过了红线,破坏了二战结束以来数十年的和解,因此不排除德国拒绝乌克兰的背后,有缓解与俄罗斯紧张关系的目的。 实际上乌克兰有点得寸进士。 目前德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独自防空导弹系统,自行榴弹炮和猎包自行高射炮等多种武器装备。 而且就在这几天,德国还向乌克兰交付了四辆猎包防空坦克。 目前德国已向乌克兰交付了24辆猎包防空坦克。 但是德国政府此前承诺向乌克兰提供30辆猎包防空坦克,这又让乌克兰十分不满。 实际上这可能又错怪德国了。 德国延迟交付猎包防空车,是因为这款武器在德国陆军中已经退役。 因此援助给乌克兰的只是一些库存货,需要进行维护保养后才能够使用。 另外猎包防空坦克停产后,德国手中也没有弹药,只有向瑞士购买弹药,这都需要时间。 不过乌克兰外长库略巴并不领情,他称兰布雷希特的这些话是令人失望的信号。 而且他表示,乌克兰需要更先进的德国鲍尔主战坦克和黄鼠狼步兵战车。 但是很明显,德国并不打算太慷慨。 二,发起大规模反击,在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设施和附近的城镇后,乌克兰又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,对乌东地区的俄军发起了大规模反击,并取得了相当了得的战果。 用小则的话说,已经收复了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。 而且据路透社称,乌军重新占领的库皮扬斯克市,是连接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的铁路线的枢纽,乌军的推进已经深入到俄方的主要补给线。 这可能会使大量俄罗斯军队遭到危困。 路边社这一回的说法,可信度很高。 因为库皮扬斯克市有铁路连接俄罗斯的瓦鲁一击,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。 而且俄罗斯方面给出的解释也让人生疑。 俄国防部表示,俄军正在从19母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其他地区撤出,目标是为了加强俄罗斯,在南部顿念此刻地区的力量。 即使真的如此,也已经说明俄军的力量不足,不然的话,绝不会放弃如此重要战略要地。 三,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,这并不是我在制造噱头,而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出的最新警告。 原来看到乌军在战场上揭报频传,小泽的内心有点小激动。 他在第一时间就跑到了收复的重镇19母,一厢美西方国家要工。 同时乌克兰又把套在美西方脖子上的脚索,又紧了一圈。 乌总统办公室发布了一份乌克兰安全保障协议草案。 建议欧盟和部分北约国家作为乌克兰的安全担保国,为乌克兰提供军事、财政、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一篮子的安全保证。 而且乌克兰还狮自大开口,要求所有安全保障方,一旦乌克兰提出请求,不需要经过联合国的认可,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采取行动,支援乌克兰。 实际上即使是北约国家,也未必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安全待遇。 俄罗斯方面对此反应激烈,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瓦评论说,乌克兰从西方国家获得的武器和财政援助,其规模在现代史中相当罕见。 而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更是警告称,该协议的实施,将拉开第三次世界大战序幕。 实际上这还只是一个协议草案,并没有得到美西方国家的认可。 但是梅德维杰夫竟然警告称,这将拉开第三次世界大战序幕。 以梅德维杰夫的身份,他是不可能随便胡说的。 因此俄罗斯很可能在反思,准备对俄乌冲突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了。 从俄军的实际行动看,有一点让人十分不解。 在已经完全控制了乌克兰制空权的情况下,俄罗斯竟然没有切断北约队伍攻击链条。 这才让源源不断的武器为小子壮胆,甚至让他喊出了要收复全部领土的豪言壮语。 如今乌克兰竟然出动,被北约精心训练的精锐部队,对俄军展开了大规模反击,逼迫俄军撤出重要战略据点。 如果不采取非常措施,这场军事行动的结局相当不妙。 其实普京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,因此近期俄军就已经在做出大规模调整。 整体上看,由于兵力有限,俄军很可能收缩战线,集中兵力拿下顿巴斯地区。 先实现之前的战略目标再说。 有专家分析说,普京很可能会改变对这场冲突的定性,将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战争。 不过目前俄军只是袭击了乌克兰的电力设施,并没有更多的迹象显示,普京已经改变主意。 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,一旦美西方国家与乌克兰签订安全协议,其性质就彻底变了,乌克兰就相当于在事实上已经加入了北约。 这是俄罗斯绝对不能容忍的,因此梅德维杰夫的警告,绝不是空学来封,他就是在警告美国不要逼俄罗斯出手。 现在就看拜登的胆量了,不过一旦他预感到自己在中期选举中可能会输,也许他会采取更冒险的举动。 这样一来世界就又要生灵涂炭了。 四、普京的杀招,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,在俄罗斯与芬兰边境,在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起点,俄罗斯波尔托瓦亚压气站所在的地方,一个深向天空的巨大橙色火炬,一直在熊熊燃烧。 这里说的一直在燃烧,到底持续了多久呢? 据说已经烧了三个多月了,从六月开始到现在,一直在烧。 按照一些能源公司的分析,俄罗斯这把火每天要烧掉的天然气量,有430多万立方米。 换算成钱的话,就是要烧掉一千多万美元,每天都是如此。 所以为什么说普京出的是杀招? 因为天然气在欧洲可是稀罕货,无比昂贵。 可是普京宁可烧掉,也不把这些天然气供应给欧洲。 你欧洲不适应的吗? 不是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吗? 那俄罗斯就是让欧洲求锤的锤,既然欧洲要制裁俄罗斯天然气,那就不好意思。 俄罗斯宁可白白烧掉这些天然气,也不给你们供应。 因此在西方国家看来,普京其实又在搞极限施压,将天然气作为能源武器。 现在最难受的是德国人,因为德国冬天来得很早,现在正是德国处期过冬的重要时间。 如果俄罗斯持续关闭供应的管道,那么德国天然气供应可能出现崩溃,经济也将严重衰退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,企业家势必政客要成熟的。 比如翘牌首席执行官范伯登就表示,由于俄罗斯断供,欧盟可能在未来的几个冬天,都将面临天然气紧缺。 他说如果完全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供应,欧盟国家民众的生活将变得十分艰难。 总之一系列的连锁反应,正在欧洲发声,估计到了这份上。 欧洲人才发现,自己是被美国人拿着当枪使了。 能源价格暴涨,油荒蔓延,难民巨增,冬天很冷,欧洲国家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。 古道乌克兰挑衅俄罗斯,如今终于开始品尝自己栽下的俄国了。